是我害死我娘子的 無論她多餓多夜晚也好 她也是我娘子 我真的沒用 真的沒能 好痛 都是我娘子說得對 死的應該是我 生來百家增 死來無人恨 死的應該是我 原來死真的這麼難 天啊, 你幫幫我 連天都不幫我 怎麼辦 你瘋了嗎 你抓著我幹甚麼 我連我娘子都害死了 你別妨礙我死了, 好不好 慢著, 梁夫人她死了嗎 是呀, 我趕著去陪她 我可以走了嗎 不…其實你很大責任的 天下蒼生等你救的 你不能死的 你瘋了我 我哪有像英雄啊 我死了沒有 閉嘴 救命 這裡是哪兒 為甚麼以前的事 全都在我腦海裡重新討厭出來 這裡又是哪兒 怎麼回事 這個小孩這麼像我 不用問了, 旁邊那個女人 一定是我娘頂的 這個灑槍這麼威猛的小孩 不想確定是我 你瘋了 娘至少很疼我 她又不懂武功 只懂得醫書直書 她又怕我餓了 又說要回家拿補品給我吃 來, 臨酒之前 她一定召禮吩咐我千萬不要跟人家打架 不然就會惹禍上身 這個不是大鐵偶 她自小就是我黑星 經常欺負我又搶我的食物 讀書又要我替她佛鈔 娘從來禁止我跟人家切瘋武功 更加不讓我跟人家打架 弄得我自小就膽小如鼠 注定一輩子被人欺負 你...真丟臉 這個姑娘這麼熟臉 她一定是我娘的感濕 原來她小時候這麼有趣 我也差點忘了 我記得這次了 感濕撿了一顆 好像台鞋那樣的東西放進口 沒多久她還全身紅了 跟著還亂拗亂叫 我看見這樣也被她嚇一跳 其他小孩子一走過去 一碰她就像被火燒一樣 跟著就全部走了 這就叫朋友了 我看見一個這麼可愛的小姑娘 這麼痛苦 突然之間 我覺得自己真是像個大丈夫 甚麼都沒有你到 就這樣衝過去 那次可以說我一心眼裡 最英勇的一詞 不過可惜沒有人見到 我想起了一塊燒紅的鐵 放進水裡的效果 就像現在這樣了 她一身被火燒 當然是舒服了 不是我而已 看看 真是冷得臉青口唇白 這個不是外父 好, 我想她那時候 做夢也沒想過 我長大了之後就做了她的女婿 她那時候還說 我就把她的女兒推進水裡 她從小看不起我 不過也沒關係 最低限度 我也做了一天的英雄 這個不是 還沒嫁給我之前的感濕嗎 好威猛啊 簡直是殺死人了 怎麼有件這樣的事呢 原來陳幾何時 兩知這麼仰慕我, 崇拜我 可是我一直都忘了 真是殺死人了 這種女兒家的修太 好像很陌生, 也很親切 大叔, 你沒事吧 下次我小心點 沒事, 我走了 慢著 不要緊, 村裡有間江峽寶 挺好的, 你自己買個個 你說甚麼, 這是個情家之寶 找不到他, 你買自己走 不是吧, 大叔 你自己碰到我那兒 自己打破關我甚麼事 為甚麼要我陪 拿走你, 去陪 大叔, 我哪有錢賠給你 拿把刀指著 我也不能賠給你了 拿把刀, 拿刀吧 一想到這一幕 不用看也知道結果就是這樣 你別走 你別走 這件事, 楊子也曾經跟我說起 有手有腳, 光天化日在這兒拿刀自己 你還算是人嗎 說他絕子絕孫 不過他就沒有跟我說 說用過要別人絕子絕孫這一招 你這個臭丫頭 無由會死 從那天起 我就足足昏迷了半個月有多了 事情的發展真是出人意表 當時我當然一無所知 不過後來梁子 也有福術給我聽 不過成親之後 我除了記得 他是鄂斯倫敦之外 其他所有的事我都忘了了 大夫, 他怎麼樣 他頭部受到猛烈撞擊 可能以後都不會死 你有甚麼辦法救醒他 他墨像虛弱, 如果要救醒他 就算是華佗再世 也無臨為力 姑娘, 我想你還是寧靜高明 李大勇, 你快點醒吧 你不能丟下我一個 是我的 娘子, 原來你是這麼愛我的 曾經對我這麼溫柔 為甚麼我從來沒有 好好想起這件事呢 錦室, 你是不是瘋了 堂堂一個千金小姐的龜房 竟然藏著那個男人 還要快在你的床上 好 不關我的事, 小姐 剛才老爺在外面遇到大夫 才穿了鍋子 錦室, 你也是 這件事如果傳出去 會影響你終生幸福的 娘, 我已經找到我終生幸福了 我要在這裡隆重宣布 我要嫁給楊大勇 乖女兒, 你別再跟爹開玩笑了 大夫說, 楊大勇這輩子 可能不會醒來的 你是不是想嫁一個活死人 爹, 我有預感 他終於天天會醒來的 甚麼時候 十年, 二十年 憑如感, 憑如感 你要嫁給一個沒用的人 你知不知道他隨時會死的 你要一輩子守寡的 乖女兒, 婚姻大事 又怎麼可以兒戲呢 你別這麼衝動 不用說了 楊大勇就算醒來 我也不會讓你嫁給他 楊大勇膽小怕事 誰都知道 武功又差, 有武功名, 家道中樂 一個這麼沒用的人 你怎麼可以嫁給他 爹, 你看人怎麼可以 只看表面的 其實楊大勇的武功不知道多好 只不過他生性善良 所以才被人欺負 他只想嫁而已 我知道呢, 只要我多激勵他 他一定會發狠圖強的 看來你也被人打傷了 爹再說一次 不讓你嫁給楊大勇 爹已經安排了達官貴人 跟你相親了 你不用怕嫁不去 那我也再說一次 除了楊大勇之外 甚麼人都不會嫁的 好, 爹關心你, 想你好 你竟然為了這個楊大勇來侮辱爹 如果你堅持嫁給他 爹就不承認你這個五逆女兒 老爺, 我們只是為了一個女兒 你這個... 他就只有我一個爹 又忘了他聽我的話 好, 你不承認我做你的女兒的話 行, 不過一晚這麼多 你...你知不知道他在說甚麼 遠無倫次的 他一定是被楊大勇 搞得混為乎乎 好, 人來 在 抬楊大勇回楊家 是 你...你別過來, 你別過來 小香, 看著小姐 不要讓她出門